國安官員走私香煙風波 總統參議員要求國安局 一週內交出調查報告 華冰經典賽主辦權遭取消 華冰協會坦言有來自隱形的國際壓力 並強調沒有提議放棄主辦 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培宣誓就職 他向來把中共視為美國長期的戰略威脅 亞洲商機大展登場 這是台美首次合辦 超過百家企業參展規模創下歷年新高 更實際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百街8點新聞